好了 看到2014年721选举 国民党已经展开了部署 而党内一级战却台北市长选举 因为枪击案一度淡出政坛 连胜文是大动作宴请 大安区里长还有基层的党务干部 现在就被解读 是不是为了参选市长来暖身呢 不过对此这样的说法 连胜文是说他没有这样的规划 并且定调为老朋友许久 枪击案后积极复出 连胜文跟着父亲出席两岸政治活动 外传还有可能进一步参选台北市长 不过这个事情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任何决定 所以我也没办法评论 连胜文对于参选台北市长态度 一向非常的低调 但传出昨天晚上 就在中小东四段这间知名的餐厅 连胜文宴请了大安区的里长 和基层党代表被解读为 是在为参选市长做准备 大安区党部主委交接参序 连胜文做东 包括台北市长郝文斌 选区议员和立委都是做生病 通过助理强调 当初连胜文首次参选党代表 大安区党部的卸任主委周锡新 很帮忙 双方本来就有交情 参会目的纯粹老有叙旧 不过据说参会场合上 劝劲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的 声音不断 再加上高层鼠疫人选 习中院副院长江仪化和立委丁守忠 国民党提前部署2014 也让竞争人数大爆炸 被点名的通通低调回应 至于连胜文能不能顺利出现 披战袍家庭因素 恐怕还是左右连胜文意愿的最大变数 中文字幕提供 不见到 不见到 中文字幕提供